我们首先来看到就是今天在立法院院会的最新的情况 看起来呢这个总预算案又五度的卡关了 那今天早上呢在立法院呢表决看到 蓝白和再次呢成功 那这个反对票58票挡下赞成是49票 不过今天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还有点紧张的 为什么呢因为十点钟一到的时候呢 立法院长韩国瑜进到现场的时候 就问大家说啊对于这个绿营的提案 有没有意义结果呢放眼一看 哇在现场只有绿的这个立委 民进党立委那韩国瑜呢还真的错误啊错愕 那还四度问了有没有意义 问了四次而且这个时间拉了蛮长 花了两个半分钟的时间 等什么呢等国民党姗姗来迟 那韩国瑜才是说那有没有意义 国民党当然喊有意义好 所以才进行的表决 那因为韩国瑜多等了国民党的党团 将近两分半的时间 所以呢民进党团也不满的批评说是院长不公 为什么呢 因为看到民进党今天是甲级动员 有人是半夜三点半就去排队了 看到这是呢洪生汉PO出来的 他跟谁呢跟蔡逸宇两个人 凌晨三点他们就拿了躺椅在这个意义场的门口来排队 就是希望今天呢把这个总预算案能够交付来审查 那说这个民进党团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机会的 终于天亮了要战斗 但是最后还是战败了 分一下奉行 而且他们是甲级动员 为什么只有49位立法委员出席呢 因为今天的表决结果是49票赞成 然后58票反对 那因为国民党加上这个民众党 然后再加上五党级 其实合起来应该是62票嘛 今天是107人出席嘛 因为那科借民没来 洋药也没来 对就是这很奇怪甲级动员 可是结果民进党也没有全部出席 那当国民党跟民众党这边也没有全部出席 但他们并没有号称是甲级动员 对没有 那最后还是58 而且你这58还要扣掉 因为韩国瑜是院长 对 所以呢他不能够投票 他没有投票 所以呢就59 所以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些猫腻耶 对对对 好所以科借民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请保重啊早日康复啊 好 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猜想我等一下请袁自然好好的来 为我们还原一下 因为如果说是有意义 然后立刻可以投票出来这样的结果 你们开会迟到了对不对 你们在内部先党团会议 我们在党团 我们9点是党团大会 对所以你看我就猜想说是党团大会开会的时间 所以王鸿威又进去嘛 说因为在党团大会嘛等等嘛 所以后来等了两分半的时间 后来人事有来了 所以所以呢其实这一点并不是说 这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并没有出席啊 如何如何 不是 而是他们在开党团大会 那这党团大会内部看起来讨论的还蛮激烈的 可是我觉得现在啊 其实有一件事情是反而要去掌握得很清楚 既然是违法预算 就不应该把违法预算送进来好好地讨论它 这是不可以的 我觉得这一个 这件事情已经坚持到这地方 它其实必须要坚持下去 那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很担心说 民众民进党明年如果发动大罢免的话 这件事情会不会成为罪状 其实我在这边反而要提醒的是民进党 因为呢 等到明年2月1号之后可以开始发动罢免 然后到这个实际上面 然后经过了什么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到可以投票 大概是要等到四五月之后了 可是到那个时候 你就会戳破一个谎言什么 就是你总预算如果没有审查的话 就会被阻碍很多的预算无法执行 实际上就没有 就明年1月1号你就会发现说 整个政府还在顺利的运作 这就是我们的预算法非常特别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是要坚持的 第二个部分是 我反而会觉得这件事情当中 其实民进党一开始的时候 我认为他真的想要给韩国瑜穿小鞋 就是你在协商啊 如果到最后没有过都是你的问题 和解饭也吃啊 和解饭也吃啊什么等等的 就你会发现说 韩国瑜呢 他就维持着那一个我是负责主持会议的人 这个角色没有任何的改变 那因为我是主持会议的人 所以如果要沟通要协商 你要去找国民党协商 你要去找民众党协商 你要去找无党级委员协商 你只有跟他们协商完了之后呢 那我这边没有意义才能够通过 其结果是呢 民进党把韩国瑜搭了很高很高的结果呢 是韩国瑜就真的高上去了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民进党内部要重新的去盘算一下 你会发现他在罢免案当中 这件事情他会讨不了好 而在这个要拿这件事情来栽赃韩国瑜这件事情 他也会讨不了好 民进党要不要重新思考一下 为了这个禁法补偿的15亿 不愿意编进去 因为现在差额 不是17亿 现在差额只有17亿哦 而不是20几亿哦 差额的部分只有17亿 你要为了这17亿 然后一直阻挡在这个地方吗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民进党 现在要开始仔细思考的问题了 问一下野员之边现场人嘛 目击者 那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总预算案呢 是五度的卡关了 今天还是以这个58票在党下来 那可是一开始的时候 韩国瑜应该很紧张啊 因为放眼一看 只有民进党的立委在 那国民党你们在开会 怎么不赶快过来啊 因为一般我们就是10点准时开会 10点打中开会 那通常不会一进去就立刻表决 因为有时候要报告事项 讨论事项 那今天为什么会这么快 就立刻要开始表决呢 是因为民进党他送一个案子 就是说要阵列 阵列报告事项 阵列的部分就是他们希望 总预算能够复委 那可能就是我们那时候没有想到说 这么快立刻就要表决 所以大家走路就慢慢走过去 需要走那久 然后因为是我们党团大会 你们这样子要被话叉叉 这样不行 党团大会开会的时间是 开会的地点是在群衔楼的8楼 那不过 对但是都是在院区里面 所以过去之后 为什么群衔楼走到议场 是要两分钟啊 对对对 差不多 我觉得学一个经验啊 就是说下一次党团干部 用跑的 就是十点一到那边要有人 因为理论上只要有一个人就好 因为那个韩院长他就是问说 有没有意义 只要有一个人说有意义就好 对 有意义 然后他就会说好有意义 那我们就表决 对 那韩表决的话 他就会说按铃7分钟 因为大家要7分钟来插卡啊什么之类的 所以只要有一个人在那边还有意义就可以 我觉得也是学一个经验 未来可能党团要直日升啊 就是十点不管党团干部会议讨论多久 反正要有一个人十点钟在那边啊 今天的状况是这样 今天大家有吓出一身冷汗吗 你们把韩国瑜吓出了一身冷汗 韩国瑜应该有吓出一身冷汗 那不过后来因为我们人数还是比较多啦 我们好像就只有一个委员 一个委员他出国 然后院长副院长没投票 那当然我们人数是优势 所以我们就还是把它挡下来 然后接下来大家现在看到那个画面呢 就是我们表决之后 大家冲到前面去 两边就各自诉求嘛 国民党这边的诉求就是说 民进党欺负原住民 欺负医护人员跟欺负农民 那民进党那边就是说 又在党总预算又在董预算 其实这都旧的东西啊 这个话题大家已经吵了好几个礼拜了 我们以前也都讲过 总预算要解套非常容易 民进党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就好 就叫依法编列 就是这样而已 刚刚丰林姐讲啊 就是说其实这次是原住民的事情 那坦白说我也不是原住民 那我们是第一个 我们当然是支持原住民 第二个我们更支持的是说 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 为什么行政院说不遵守就不遵守 现在好像行政院变成 立法院的太上机关 你通过法律 只要他认为不妥 他就可以不遵守 是这样子吗 他直接讲说违宪 他就不遵守 那现在行政院变大法官会议了吗 违宪不是应该是 大法官来宣布吗 还没有宣布违宪之前 这个法律都是要执行的啊 就他可以讲 他自己认为是违宪 不用等到大法官宣布 就可以说违宪我不遵守 这个是败坏体制 这是侵害民主制度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会坚持 除了去支持原住民农民 跟医务人员之外 这也是对于民主的坚持啊 否则以后行政院 真的变权威机关了 他可以视法律为无误 他根本不走程序嘛 理论上来讲 如果他当时认为 这个三读通过的法律 女士有自爱难行 他就要复议啊 那他也没有复议 没有复议直接不遵守 可以这样子吗 然后我现在看到 吴思瑶出来讲的理由 我都完全不能接受 他现在又掰了一个理由出来 他说什么2019年 立法院有通过一个财政纪律法 然后说立法院以后不能够通过法律 是直接加金额的 这是他讲的 他说所以2019年之后 不能够再直接加金额 所以他认为原住民这个条例 3万调到6万是不可理的 但问题是去年上个会期 我就看到民进党党团 有提案啊 老农津贴啊 就从7000多加到8000多啊 那你这个时候你吴思瑶 又没有财政纪律的问题了 而且吴思瑶讲的很难听 他说蓝白是不是有阅读障碍 你们是读不懂财政纪律法的条文吗 这是阅读障碍吗 是文盲吗 讲的难听对不对 可是各位你们知道吗 原住民进党条例3万到6万 这谁的版本啊 这是民进党的版本 这是民进党立委武立华的版本 所以你怎么会骂蓝白呢 你应该骂武立华 武立华跟陈寅的版本 所以他们是在你吴思瑶言里面 是阅读障碍嘛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个更好笑的东西 就是在武立华的版本里面 他也主张6万 他主张6万嘛 武立华6万嘛 所以武立华阅读障碍嘛 这是武立华的版本 我给大家看一个人民 对 连署人有谁 吴思瑶自己也有连署啦 吴思瑶就在吴立华的那个版本上面连署 那所以吴思瑶你在讲你自己阅读障碍嘛 所以这个就是你又知道说 其实他们的立场是这样 然后接下来他就瞎掰一堆理由 重点就是他不想要理你 那所以我也觉得说其实国民党已经退让 包括昨天的那个朝野协商 我其实我个人都觉得为什么要朝野协商 因为这个法律就已经通过的法律 然后已经三度通过 我们再退回三度通过以前 然后来导演协商 那以后你在院会通过的法律 你都不知道说这个法律通过有没有用 搞不好随时又要回到通过法律之前的状态 都不算数 都不算数啊 那可以这样子吗 对不对 上次和解办也是啊 大家吃完之后就是吃了一顿饭啊 你花了纳税人四万块 然后行政机关没有带任何的方案来 一直不断的重塑他的立场 这些立场我们都听到耳朵都已经长简了 没有新的东西啊 所以如果说他们真的很想协商 真的想要解套 那你要拿方案出来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嘛 但现在看出来都没有 对 可是我看到 袁智姐讲的那个提 你看那个联署其他人 更 什么蔡奇昌啊 什么林俊健都在里面啊 对啊 所以这些人都是有阅读障碍的啊 都是有阅读障碍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院会来看到 那今天呢看到 对于这个主要 这个是因为总预算 就是说被退回 那其中有一个部分 当然就是原住民基金 被挪用到破产部分 这是呢 高金素美今天提到 那因为今天呢 这个在院会的时候 后来这个王洪威有去烙人 把这个时间 帮这个韩国瑜拖一下蓝宜的时间 拖到最后呢 这个国民党的立委来为止啊 那对于这个原住民进法补偿啊 没有编组预算的案子啊 那因为柯晋明提出了 每一年美工寝室要从三万元 调升到一到四万元 然后呢 比照这个物价波动 每两年来调整一次啊 不然的话呢只剩下试线一条路 这是呢 卓龙海说要可以来试线啊 那后来经过一个半小时讨论 三党还是没有共识啊 所以呢最后 韩国瑜是才是下个礼拜一呢 协商的时候再来提出啊 我要请教一下这个蓝宣啊 怎么看 就是说为了这个 这个金发补偿 为什么 绿营就是 死都不愿意让步啊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事实上 是在我们讨论到 目前为止 朝野之间假设有所谓的对抗的当中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因为他不设 真正高度的意识形态也好 这个政党的这个蓝绿 这样的一个色彩也好 他就是纯粹的一个看起来 尤其是对过去这段十年来 蔡英文在组政的时候 他对民进党的一些权益啊 土地啊 实际上是非常的 呃像这个民进党那边 像原住民那边一面倒的 就不断的去诉求他们 然后不管是要为了争取选票也好 还是能为要凸显说呢 我们跟大陆之间 其实没有那么深的瓜葛 我们是南岛语系的国家 的国家等等也好 所以我就发现说 他对于原住民来说 是非常非常的支持的 所以我就从这个角度去谈他 谈谈台湾这块土地上面 真正的原住民族 他所应该得到的权益来看 我觉得世上是可以好好来讨论 救世论是救法论法的 所以刚刚水门特别问到说 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民进党一定要反对呢 不是所以这个就是 就来讨论嘛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 今天原住民他们的保留地 被我们的政府化为所谓的禁阀区之后 因为这是他们的地啊 他们有过去的保留地啊 那你一化就 这是国家的 那他们又没有了 那这有没有道理 那过去对民进党来说 当他要主张原住民 这个世上才是我们真正 这个岛上的住民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非常的帮忙 主张他的土地的权利也好 所以那个时候 蔡英文不是举了很多澳洲 纽西兰 原住民的例子嘛 对不对 就是要还他土地正义嘛 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呢 他这样的讨论问题的 所以回过头来看 目前民进党也像 我们就好好的来讨论说 今天当有这个原住民的保留地 被化为禁阀区的时候 那为了我们现在是 新的一个阶段的 国家的土地保育也好 生态的保护也好 整个的永续生态也好 从这个角度去看它 好所以有些地方是要禁阀 那禁阀你要不要补偿它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可以来讨论 那你觉得如果补偿的金额 你有意见的话 那就循正常管道 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议题 好像那循正常管道 所以一个就是说 你应不应该补偿 应该补偿多少 那再一个就是循正常管道 上个会期的时候 在野党通过的这个所谓的 禁阀的补偿条例是6万 好那如果它是一个法令 所以如果说民进党 它现在是一个少数值的政党 你觉得有一些 那你就复议嘛 这是我们政府 这是我们国家的制度 所规划出来的一个制度 你觉得立法院通过的东西 你觉得至爱男性 那你就复议啊 那为什么今天所有人在说 我们当初因为于心不忍 所以不复议 这什么理由 那过去的话呢 以前我们的行政院 不是没有提过复议啊 那他们都于心残忍 不是于心不忍 是于心残忍 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不是啊 就就法论法嘛 如果你觉得至爱男性 那你就提出复议 你又不提复议 然后的话呢 而且还是隔了一个会期之后 那现在呢 这个在野党 党下来了之后 你就说啊 那这样子就为宪 这个什么 宪法里面规定说 你不能够增加 所谓的增加预算 不能够为增加预算的决议 那问题是在于说 民在立法院 没有直接跟你增加预算 他只是通过一个法令 这个法令告诉你说 是这样的一个预算 所以我就对他来说 他用违宪的层次 去谈这个问题 完全是跳通 就是说你真的要依照 整个的状况来 那你就提复议 那复议之后 好 如果说大家都支持 民进党这个讲的有道理 不应该一下子 从三万变六万 那这个就被推翻掉了 推翻掉那就重新 那就等于是 原意就被打掉了嘛 但如果说立法院 他复议失败 行政院复议失败 那你就是必须要接受啊 就必须要接受啊 所以我今天看到 这个林俊宪 因为他事实上 我觉得他讲话 非常有代表性 因为他跟赖清德 非常的熟 所以今天 这个在整个立法院 又被这个 总预宪挡下来之后 他讲了一段话 他说呢没有这种道理 叫做立法院强迫行政院 接受预算 什么叫做立法院 强迫行政院接受预算 我们在宪法里面规定 立法院本来就要去审 行政院的预算 有你说你编了以后 都不能动的 所以只要动 就是立法院 强迫行政院接受预算 这是立法院的权责吧 这是哪门这个逻辑 就我觉得现在就是 讨论事情是一个 荒腔左板的方式 他就是不要过 我觉得因为你要我改 我不要改 我就是 所以我就拿了其他的理由 你要我过 我就不要过 所以我就要拿出别的理由 就是说对于民进党来说 他现在有个比较糟糕的状态 就是他为了对抗而对抗 他为了不要让立法院 因为现在是一个多数 多数的一个立法院 处处前置行的 我觉得他的逻辑一定觉得说 我今天如果这一战 我退让了 我这一战我打住了 接下来可能并败如山倒 所以他就一定要在这个地方 找到他自己可以去 去呛回这个立法院的地方 但是你必须要拿出研制成礼 研制成法的地方嘛 你真的如果依照真正的法令来说 你真的不甘愿 你真的就是提复义 我就建议卓仁泰立即提复义 那就好好的开大门 走大陆来讨论说有关于原住民族的进罚 应该补偿 应该补偿多少 如果明年没有如实发放一公顷六万块 他就要退选 所以 他退选算什么 原住民没有就是没有了 对啊 而且他现在 所谓的一公顷六万块钱 之所以可以补足 他的理由是这样 他说原住民发展基金会嘛 用原住民发展基金会呢 然后来补足 那个不足的那两万块钱 用这样的方式来补足 但问题是原住民发展基金会 有其他的事情要去做 那你现在把那些钱排挤了之后 然后拿来作为发放 禁法补偿这件事情 这是依法该由公务部门来支出的 然后你让基金去做 就基金该做的事情就不能做了 对 而且我们看到卓仁泰还说 行政院必须要思考 是要依法申请释线 所以现在什么都要来释线一下 是不是之前 就是包含那个上个会期 这个国会扩权案 是不是就因为这个案件 让民进党就吃到了甜头嘛 所以现在全部都要用视线了 我们就看他敢不敢视线 因为他只要视线 那就是真正的与原住民为敌 其实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往前去看 我现在告诉大家几个 很重要的一个往前看的发展 因为到了2026年的时候 就是县市场选举 每一个县市都有原住民 每一个县市都有 那你比 当然这个牵涉到禁法补偿主要是 三区原住民嘛 所以你可以想象高雄市 要不要继续支持 现在的六万的这个方案 然后屏东要不要支持 这六万的方案 台南要不要支持 这六万的方案 嘉义 我都不讲花莲台东 因为他们大家觉得 花莲台东他们赢不了 可是你不要以为 西半部的这一些县市 他们没有三区原住民非常多 其实这三区原住民的数量 比我们大家想象要来得多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在这个整个提案 刚刚这个原知所提的这件事情 因为武力华跟陈寅 他们提出来要提高到六万 其实他们的提案 国民党觉得很好 那当然就是支持了 那这个五党籍 他们也觉得很好 也支持 因为大家觉得说 原住民委屈太多年了 这件事情是 政府用自己的力量去 公权力要求原住民放弃他们 保留给他们的少有的土地 可以自由开发的这个权利 好那现在为了大家环保嘛 保育嘛这大家都能够接受 可是你这一拖几年的时间 你都没有给人家提高补偿 这一点是不应该 是亏待了人家 好所以当初呢提出来的是六万 你知道苏巧会提多少吗 苏巧会提七万 更高耶 他喊价耶 他好像是 他好像是在菜市场喊价 他喊七万耶 就他喊七万 但大家觉得说 不要一次跳那么多 所以是六万 那如果按照 卓榮泰的这个说法的话 那真的出问题的人 应该是苏巧会啊 他应该好好去呛一下苏巧会 而且现在 行政院的问题 不是没有诚意协商 而是他们现在呢 正在用各种假消息的方式 然后来 这一个 这个做 认知作战 这真的就叫认知作战 前两天 其实有一则新闻 非常的有意思 自由时报 就突然登了一则新闻 说呢 这个无党籍的高金树媒呢 很奇怪哦 他特别去找了这一个 这个原住民的主委呢 然后呢要跟他沟通 然后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 还说现在原民会的这一些委员啊 他们可以领出席费 加一加可以到八万元 这件事情后来高金树媒很生气 他不知道就是放消息的人 不知道那整个协商过程 高金树媒全程露营 全程露营露营 所以不容得你乱讲的 对 然后呢事实上就是原住民主委 他就是要找这一些原住民的委员啊 想要真的搓原子汤 然后呢搓不成之后呢 干脆放假消息 就这件事情因为 高金树媒他这边有录音录影 所以原知你们以后沟通的时候 请注意全程录音录影 因为他有全程录音录影 所以他就告诉 包括自由时报 包括了那个曾静友 就是原民会的主委说 我这边有录音录影 如果你们不更正的话 我就立刻揭开这所有的这个问题 你知道很好笑 很快的事件的发展 就一个小时之内 自由时报就登了更正 就说哎呀 这个是原住民的主委说啊 其实没有这回事啊 是他主动要找高金树媒来协商的 立刻更正 立刻更正 然后原住民主委更好笑 他透过另外一个媒体说 以后你们媒体要发这种新闻 应该要来问我啊 表示说通通都是自由时报乱写的 所以你就知道 他们这样互咬的那个状况 可是前面其实就是企图栽赃 很可怕 就是要栽赃 刚刚峰系有提到说 这个立法院长韩国瑜 他现在的高度呢 是比大家所期待他的更高一些 尤其呢是在国庆 这个说演说之后 他谈话之后 大家对于他呢 是更加更加的尊敬 我们就来看到 郭正亮怎么形容 他说蒙古在立法院呢 是藏不住的 他说呢韩国瑜是沉浅的很深很深 也反省了很多他在学习这个处理矛盾的事情 会审慎的选择特定的时间来出手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讲说 会不会接下来他要选总统嘛 我等一下请教一下蓝宣怎么看 因为呢 游一诺也说 因为他是曾经被民意打入冷宫的 所以呢 让人民感受到 他现在韩国瑜跟过去是不一样 摇身一遍不得了 现在是有问题 什么都找韩国瑜 所以他提醒着那个 如果是有危机意识的话 如果想说过去是这样 这次你要这样子的话 那是很大的错误 毕竟现在的这次的在野党 不是过去的在野党了 韩萱怎么看 我觉得当然了 就是说韩国瑜 我们现在也分析过 他当了这个行政 他当了这个立法院长之后 确实我觉得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浅 或者经过一段时间的 政治上的挫折 他一直都曾经在那么高峰过 突然间急剧的下坠 那我相信他一定会去反省也好 去思索也好 当初那一跤 为什么跌得这么的深 不只是选书而已 还被罢免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对于他 这次重新再回来 他多了非常多的成熟 而且我觉得他做了很多事情 他本来这个人的个性其实 其实就蛮细腻的 我坦白说 那但是他就是有了更多的更成熟 然后对于一个 相对来说的一个政治的高度 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跟过去非常的不一样 那这个高度 又放在一个对的地方 我觉得重点在于 现在的立法院 是现在全部台湾的政治的运作的权力中心 我想这件事情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因为现在是一个嘲笑野大的局面 所以虽然行政权在行政院的手上 在卓农府这个地方 但是呢就这个嘲笑野大的状况 你所有的东西 大部分的法定也好 政策也好 预算也好 必须要过立法院 所以等于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舞台 正中央就站在韩国瑜 那我觉得他充分的利用到这样子的一个舞台 以及他现在展现出来的一个比较不一样的 更深思守虑的韩国瑜 更是一个可以去责中尊厨的韩国瑜 所以我相信各个大家所有的人都会希望他 或是怀测他会有下一步了 那我相信对他来说 或者对台湾对中华民国来说 如果是人才 当然会其实他还有这个下一步 但是同样的我也觉得 其实他当初在选总统这件事情 就是有点操作过激 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这个状况的话呢 他目前看来表现非常的好 但是不是需要急着去想 选总统 什么党主席 什么东西 我觉得其实未必需要现在去思考这件事情 当你做到一切都非常好的时候 很多事情就叫做顺势而为了 水到渠成了 那否则的话对国民党现在来说的话呢 你看得到的局势包括台中市长鲁秀燕 他显然的也就在压死滑水 甚至台北市长蒋万安他可能在排队中 那所以很多事情也就在韩国瑜 还没有站在这个位置之前 有一些安排 或者有一些想象 那这些想象的话呢 现在是那么快的 就要全盘去推翻他 重新再来 我觉得过去国民党曾经有过 非常多的前车之鉴 告诉大家 我觉得甚至连韩国瑜自己都是一样 就国民党很多状况底下 他就是内部过度的各有心机 各自的为政 很多的都是一盘散沙 各自的话都在 就是你们都还没有能对外之前 自己都先打成一团了 所以就是很多人在讲嘛 国民党是内斗内行外托外行 那事实上我觉得这一次的国民党 我觉得很不一样 我觉得这次国民党 包括其实源自他们这些人在里面 其实现在的立法院里面的国民党 或是在野党更广泛的讲 包括白银 其实我觉得他第一个 团结的力量 现在目前展现出来的是很好 那未来会不会继续希望 但另外有个 他的论述能力 我觉得国民党论述能力 所以真的是比起过去我们在跑行上 那是天差地远 就现在这些年轻一辈的 这些立法院的立法委员们 我觉得又有论述能力 又有战力 然后又愿意不断的假动 不断的假动 体力又很好 所以其实这部分很重要 所以论述能力 包括韩国瑜 他的表达方式 就是比起以前的立法院长王金平 其实王金平是一个功德杯 很多人都很喜欢他整个政治的这些 运作操作能力 这个调和点难力都很好 但他口才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就说像 韩国瑜跟现在的很多的在野的立法委员 其实论述能力都很强 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很多事情 就是往一个新的国民党 这样子一个方向去走 而且让他更加的饱满 更加的确认 让大家更相信 这就是一个新的国民党 你看在过去这段时间 刚刚这个就是选举完以后 其实国民党的这个民调 不见得高过民进党很多 但是这一两天 就在国庆前后 你再去看一些相关的政党的民调 其实很明显的 其实像国民党 因为韩国瑜的关系 因为立法院那些表现的关系 其实慢慢慢慢的 大家熟悉了不一样的国民党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对韩国瑜来说 是不是那么快的 就需要去想到他的下一步 其实他现在这个位置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但是目前来说 是全国的政治的 政党的这个整个权力的 竞争的核心的中的核心 所以他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如果他是一个 能够去好好的妥善运用的 不管是说在运气的调节之间 整个做出总统的高度 或者真正的 他可以展现个人魅力的地方 其实都很难能可贵 所以我就说这个部分未来 我觉得一定有可能 未来的方向跟发展可以去走 但是呢不用好之过急 就是慢慢走 然后国民党内难得的团结 难得的就有那么强的 这个战力从中央到地方 我觉得是很值得去发挥 他的一些能量的时候 好我们就来看这个国民党 是不是真的要往上发挥 我等一下请教一下 凤心怎么看 因为根据这一份TPOC的一个统计 那我们看到呢 在这个调查期间之内 民进党的总升量是超过了93万则 是居冠 那国民党随之在后 是92.9万则 紧追在后 但是我们看到 网路的好感度的部分 国民党的好感度是夺冠 第一名 他的数值是0.99 那另外呢民进党的部分呢 是比较稍微低一点点 那看到另外呢 我们看到 他的好感度呢 是大约是0.8 但有人就分析 是因为呢 国民党最近呢 包含刚刚提到 就说韩国瑜在这个国庆 期间的一些发言 还有就是谢国梁的 这个顺利挺过的罢免案事件 所以现在蓝营支持者呢 是开始呢回流出来 这些出走派 现在是不是要回来了 刚我们待会来看一下谢典林 是不是也就是说要回来 那另外还有就是民进党的部分 虽然他的话题也很高 但是呢 最主要是因为谈的都什么呢 就是蔡英文在访欧 然后还有就是 包含了这个黄杰入选的时代 次世代百大等等这些 看起来好像跟蔡英文比较相关 跟赖清德好像没有那么的相关 怎么看 当然这里好感度的部分 跟声量的部分 随着事件 其实来来去去 他是累加在 人们心目中留下来的这个印象 就我想要谈一下韩国瑜 我最近接触的韩国瑜 跟我过去接触韩国瑜 其实有一件事情 是让我印象深刻的 因为我觉得 韩国瑜是一个很怕冷场的人 所以呢任何的场合 只要呢 好像大家话题一结束 他就很想要开启话题 然后让整个的场面变得很热络 其实我们在社交场合里头 我常会碰到这样的人 可是这样的情况呢 有的时候会言多必失 但我最近呢 有一次让就是有一次的聚会 让我印象极为深刻就是 就是他不开话题了 他就宁可现场是冷的 他也很少见 对对对对 跟过去的那个态度是很不一样 那所以我当下其实就有一种感觉就是 所以现场当然就别人开始在洗话题嘛 就是整个社交场合的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我当下其实就有一个感觉就是 我觉得韩国瑜这个部分 也都在训练自己改变 修正中 其实这个改变不容易 因为怕冷场其实是个性 所以他在把这一部分的个性 做很大幅度的修正 然后之后其实我就看到说 他在谢国梁的罢免案当中呢 他最后去站台 他讲出来的那一句话 其实是很 其实我觉得 哪一句 我是感受很深的 就他说 谢国梁做错了什么事情吗 他贪污了吗 他收贿了吗 他赌职了吗 他懒惰了吗 他去选总统了吗 你知道这一句话 他是 任何别人说都是不可以的 那只有韩国瑜自己说 他就变成了一个高级幽默 可是这个高级幽默的背后 表示他自己对于 他过去 那么选上了高雄市长 然后接着呢 去选总统 这一整段的政治历程 所做的完整思考 他做了一些反省 对 我要跟各位讲 我觉得像这一类的事情 要去思考他都很痛 大多数的人是宁可不去想他 所以呢 愿意去重新思考这件事情 再重新出发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第三个部分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是 我觉得韩国瑜这一次出来 他是战战兢兢 他对于他每一个位置 到底能不能够扮演这个角色 把他扮演好 跟过去的信心已经不太一样了 我觉得那时候他在选高雄市长的时候 我跟他一起同台 或者是我跟他私底下问了一些事情 我觉得他都信心满满 可是呢 这一次呢 他对于他每一件事情 他到底做一个往前进一步 他能够进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他是那个很小心的 不断的试水温的一个态度 更加的谨慎 对 极为谨慎 这真的跟过去的韩国瑜 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我相信他是一个 经过反省的韩国瑜 然后呢 经过深刻思考 他的每一步路 应该要如何的去 做判断的韩国瑜 现在就要讲说 韩国瑜他已经 可以去谈什么选总统 我觉得都言之过早 我不太相信他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就像是他要去帮谢国梁站台 他都要等到他的国庆大会 举办圆满成功之后 他才要宣布 他要去帮谢国梁站台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看待韩国瑜 不如重新去思考一个 曾经跌过交 然后重新站起来的一个政治人物 如何的带着他深刻的思考 去走往前的一步路 一步路的走 不要去催促他跳跃 请让他稳健的往前走 这个才是真正的爱护韩国瑜 高宏安 12月25号之后就不用选了 就直接派政 罢免民进党不一定有胜算 因为你会激起国民党也来反罢你 到底是谁被谁罢成 因为你的相差是62比51 因为民众党你都不能罢 都不分区的 所以你即使在国会 比国民党多出一席了 又怎样 你的人是少数啊 而且未来这个罢免 因为基隆提供一个好个案 就是蓝白和天下无敌嘛 对不对 那你那个 民进党现在列的罢免名单 台中就有两个啊 你到时候就是直接对抗卢妈加菜壁卢嘛 那怎么可能赢啊 所以我跟你讲 他真的去细算啊 这个我看了半天啊 这个里面真的比较危险只有叶元智 因为那个图拳机大家不认识啊 那他那一区本来就不好选啊 那可是他就是点点做服务那种人 这种人要被罢还真不容易 他又没有做坏事 对不对 那叶元智常上电视 然后这样票数最近 然后赢的不多 然后还更重要 罗智政要报仇 我跟你讲你的对手要报仇很重要啦 所以为什么 侯岸廷很重要 因为报吴思尧一定要有侯岸廷你知道吗 会积极去动员 对 比如说丁学忠 我就认为不可能罢成 虽然他赢的很少 可是他因为他的对手叫苏志芬啊 可是苏志芬 我蛮认识这个人的 他蛮有格调的 他不会干这种事啊 他不会搞这个 还有张廖万坚 他的是廖伟湘 张廖万坚也不会去搞这个啦 他现在都当教育次长 对对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 大家要仔细去分析 会罢免成功 其实你对手 很有意义 很有这个想法要把你罢免掉 非常重要 内清德有想要搞这个吗 没有 我认为没有 我认为美国不可能同意了 而且美国就更认定你就是斗鸡 这事实上他们民进党之所以会有罢免的想法 就是因为立法院很难搞嘛 可是全世界没有人这样搞立法院的了 所以因为我是少数 所以我就来搞罢免 哪有人这样搞啊 那你以为你都会赢哦 现在如果我跟你讲你现在 都已经把柯文哲搞成这样 而且今天又传出是 这个两岸三罪嘛 嗯 对不对 所以柯文哲 我搞不好认为他不会延压了 就直接起诉了 那起诉之后 民众党还 会放你走啊 所以在目前这个氛围下 蓝白合作几乎是必然的 所以你那个怎么罢免 我就认为民进党的书面更大 比如说我看到的 台北市这两个一定都挂的 无事要47%嘛 你讲得那么笃定 吴佩毅才39%欸 我跟你讲 钟小平这个时候 就信冲冲来罢免了 我跟你保证 我万华中正我自己也选过 我怎么不知道 他们三个市议员彼此不合啦 可是要搞垮吴佩毅 大家都非常高兴 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跟你讲 那吴思耀 吴思耀谁叫你要当干事长 吴思耀不是容易罢免 是因为他干干事长 所以他的仇恶值就會非常高 那你如果要当干事长这种位置 那对不起 你自己的选票也要强一点嘛 比如说你 你如果是郭国文那种选区 黄杰那种选区 那仇恶值再高也罢不了啦 问题是你的选区不是这样嘛 那我们这样算好了 如果民进党赢了叶元兹 那国民党随便就赢了两个台北市 那谁赢啊 所以你不要以为民进党一定赢的啦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氛围 现在的氛围就是蓝白合作啦 这个大氛围下 蓝白合作天下无敌啦 6比4嘛 对 6比4你怎么作弊也不会赢啊 怎么可能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这个 民进党一定中央那些 比较懂选举的人会好好想啦 所以第一个就是先把林又昌换掉嘛 因为林又昌就是 民进党有史以来最愚蠢的秘书长 秘书长 基隆可以不完成这样 你搞到这个程度 因为你可以完全不介入啊 就让民团去搞啊 他现在也不认他有介入啊 那个没有人相信啊 这根本没有人相信啊 因为他事实上 他跟沈柏洋都有去站台啊 而且 脸书发成那样 是啊 脸书文都还在啊 我知道啊 还不止这样 还有他们去买YT的广告 对 太多了啦 我跟你讲喔 这种事情 你去LINE都没有用的啦 反正就准备下台啦 就这样啦 而且没有人敢用你啦 没有人敢用你啦 没有人敢用你啦 亮哥 他昨天上节目还有讲 他不会回国选基隆 没有人叫他选基隆啊 对 但是感觉他还是 心系心北嘛 是不是 那没有机会了啦 没有机会了啦 因为 你做了这么严重的错误判断 我认为没有机会了啦 因为苏巧会这个信赖姐妹会都成立了 我跟你讲啊 苏 苏贞昌 柯建民 新潮流 本来就是结合起来支持赖清德的啦 这历史已经很悠久 所以即便赖清德一直说跟这个苏贞昌关系 其实真的很不好啊 不就很讨厌苏贞昌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不那个是因为苏贞昌 那个时候被蔡英文任命为行政院长 所以苏贞昌在政权的结合上 他知道蔡英文不喜欢赖清德嘛 那实际上这两个蔡英文都不喜欢啦 那蔡英文是择一打一嘛 那苏贞昌有一度啦 幻想自己可以选总统嘛 这大家都知道嘛 所以我跟你讲 那时候挡到苏贞昌可能录的两个人 跟苏贞昌关系都不好嘛 一个叫赖清德 还有一个苏贞昌 就是这样啊 那可是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啊 就他当行政院长 刚好又卡到赖清德选总统 事实上以前苏系跟新潮流是结盟的 是结盟的 所以北流跟苏贞昌关系是相当好的 比如说林喜耀啊 那个李文忠啊 还有段宜康啊 跟苏贞昌关系是很好的 所以他只要不在其位啦 事实上赖清德也跟他 没有什么矛盾可讲啊 那亮哥 所以新北的话 如果没有意外 民党就是苏贞昌了 我觉得应该是啦 那倒是国民党 比较有变数啦 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川博里的 一个小平头 这个一身帅装出场了这样 我认为新北市这一局 国民党最稳赢的人 真的只有川博啦 真的是这样啦 所以那当然他也要克服 侯友宜 这个刘和然这个官啊 可是我认为川博就是 他有那个群众魅力啦 而且坦白说这个 实实在在做事这个形象 已经根深蒂固 那我们台湾很多人 会觉得我们需要 这样的父母官啦 大概是这样 这个林又昌呢 她说罢免增加国会席次 不健康 那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就称赞说 讲得非常好啊 请你遵守诺言 不过现在我们看到了 包括像是评论员邱明玉也在讲 目前民党没有发动任何罢免 根本没有所谓的大罢免时代 但他反而是国民党 国民党拟了一份 猎杀绿伟的名单当中 吴思耀吴佩义还能理解 因为呢 当时这些选区都是三角都 而且得票数差不多 但郭国文 许志杰 刘建国等人出现在名单上 就非常奇怪 俗话说柿子要挑软的吃 结果国民党在这份名单 好像挑到了芭蕾一样 这些人在地方实力雄厚啊 国民党要罢免这些人 恐怕是一场应战 现在风向很乱 所以到底有没有要大罢免啊 大罢免 我想不用提醒大家 不是都是一直是 民进党在那边提的吗 所以国民党怎么可能 如果你要来罢免我 你都已经提出这样的 政治恶斗的话 我怎么可能乖乖躺在那边 让你罢嘛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些 反之作为嘛 那你自己回来再看看 你看那个民进党立委许志杰 他不是说 他自己就宣告 明明要发动大罢免潮 谢谢你耶 真的是讲出民进党的心声 而且搬回席次 就是他讲的啊 对啊 他自己说搬回席次的啊 所以他讲的是什么 民进党就是想要靠罢免 来玩败部复活啊 事实上现在罢免 已经不是人民监督制衡的权力了 现在的罢免 就是民进党在玩 这个败部复活的一个游戏 所以其实民进党的立委 许志杰都已经把民进党心声 讲这么清楚了 如果还要把说什么 这个大罢免潮 赖到国民党头上 说是国民党要发起的话 我真的觉得 不是只有蠢可以形容的啦 从一开始到现在 国民党从来都没有说过 要发动什么罢免潮啊等等 都是那个时候 民进党立委在立法院的时候说 你看哦 现在是谢国粮哦 他已经被发动罢免了哦 到时候你们这些立委啊 再不遵循民意的话 我们就要罢免你 那所以在那个状况之下 我们才会说 你要罢免的话 我们当然不会乖乖的 让你罢免嘛 你罢我一个 我罢你一个 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政治攻防嘛 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哦 说要这种罢来罢去 事实上都是民进党 开起来的政治斗争嘛 那这个民嘴 他说的那份名单 我有看过啦 基本上那一份名单 事实上 其实也不是说什么 很精确的名单 他就只是把 基本上可以列上去 民进党列上去而已 对 因为事实上现在民进党立委 也没有多多吧 差不多就是那一些 民进党立委啦 可是那些立委说 真的说 一定都会发动罢免 我就说真的没有 现在一切都是说 你民进党 如果有要发动 发动这种政治斗争的话 国民党才会去做一个 反制行为 没有人想跟你玩这种 大罢免游戏好吗 第一劳民伤财 第二是真的真的 非常非常的无聊啊 难道大家选择 就不用雇吗 那这样明年大家立法院 都不用开会吗 所以事实上 我觉得民进党 现在他的确就是想要用 罢免掉一些立委 然后来扳回国会的席次 是这样子的一个策略 但我认为这样子的策略 都已经很坦白公开在人民面前 只会遭受到人民的唾弃而已 那回过头来说 包含这个吴思瑶啊 又或者是吴佩毅啊等等 我是不知道这个选区 是有没有在动啦 我想国民党 因为毕竟也不是我们发起的 可能没在动 像我刚刚就有问汉廷 他也不是很清楚 搞不好也不知道 有没有在动 但是至少我知道的是 在我们选区中山区 有人在做民调 已经在动了 不是我们这边 已经有人在动了 中山区 已经有人开社团了 包含南港 包含中山 那个是都已经有好几百人的社团 而且你去那个社团看喔 每天都有在发图卡喔 然后每天都把一些 这些立委的言论 每天喔 做成图卡 做成影音 发在上面 就说你看今天谁谁谁 又讲了什么 所以我们一定要罢免他 甚至他 因为我不想要讲那个名称 他们名称都已经 都已经取好了 那许小型那句也有啊 所以就是组 对啊 组织很明确 已经有组织了 领衔人 我相信都已经找好了啦 不是 还没有扶上台面而已啦 搞不好我都觉得 他们联署书 搞不好都已经开始 在慢慢收集了耶 应该是 大家不要忘记喔 霸梁怎么玩的 他们是一开始 先收联署书喔 他们 还没有在霸梁的活动 很如火如火 宣传之前 他先收联署书 他收到那时候 有一定数字的联署书的时候 他才宣布 他要启动霸梁 所以这事实上就是 民进党 假借公民团体 要来实施政治报复的 一场游戏的一场活动嘛 所以我觉得 像是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民进党都已经开始动作了 第一国民党要有反制作为 但是第二这个反制作为 绝对不是我们挑起的 那如果说要有真的有反制作为的话 吴思尧那一区 汉廷你要不要来当李贤人 汉廷你要不要来当李贤人 汉廷要不要来当李贤人 我觉得可以啊 他很乐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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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要开始反制 就要直接来反制 不是说我们挑起的 但是该做 就是攻击要回访的 也是要做了 我从小到大 他事实上都在进行防晒大作战 所以身为防晒打人呢 我特别推荐大家这一支 这是中天新推出的 KS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 它里面的成分非常的厉害 有榨藻直萃 这有蓝光神对的美称 也就是擦上它呢 可以防御环境里面 3C产品对肌肤的危害 那同时还有 含黄金海藻这样的成分呢 能够抵抗肌肤抗老化 最重要的是它不含香料 所以擦起来清爽不负担 全家老少都非常的适用 孕妇也可以擦 所以在这边 我诚挚的推荐给您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合护您 合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膏防晒凝露